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382集 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抵达另外那片异空间 把所有想要进入异空间的精绪 在五分钟之内滴在后半截郊区上 所有人会被一并传送过来 女孩说吧 看到李铿枪那依旧怀疑的眼神 她急忙又说 这次我先来 我亲自验证我画的真实性 不用 让我先来 队长 这 我先去试试 你们不要靠近 我一旦出了危险 就立刻让她魂飞魄散 张凡看了一眼女孩 对李铿枪和贺安说道 明白 张先生一定要小心的 贺安叮嘱了一句 张凡重重点头 她在说让女孩魂飞魄散之时 其实是试试 女孩表情并没有半分的不自然 眼神也没有丝毫的慌乱 所以张凡判断 这一次 这女孩应该没有骗她们了 她走到那半截郊区的跟前 将指尖血滴在那后半截的郊区之上 指尖的郊区上 闪动起了一捧红色的光芒 然后在整个后半截郊区上流窜着 就在这时 一道高亢的咆哮声 从那郊区之上传了出来 贺安和李庚腔的脸上 都浮现出了一抹紧张的神色 但足足过了两分钟 张凡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只是 在后半截郊区上流转的红色光芸 还并没有消失呢 好了 该你了 张凡指指女孩 女孩也没有迟疑 将指尖血滴在了后半截的郊区上 提上反应 跟张凡滴血之后的反应是一样的 紧跟着 李庚腔和贺安也走了过来 将鲜血滴在了那后半截郊区上 反应也是一样 现在已经过了四分钟了 张凡对着一旁 眼巴巴看着这边的小胖 也招了招手 你也过来 听到张凡的召唤 小胖快步走了过来 一边跑 一边忙不得地把手指给割破 将手指上的鲜血滴落在后半截郊区之上 郊区上 同样咬起了一抹红色的光芒 下一刻 张凡众人感觉身子一轻 树袭过后 再次地 重重摔倒在了地面之上 等众人回过神来 望向右侧墙壁 那是前半截的郊区 那微风凛凛的敲头之上 还透着一股强大的威压和肃杀之气 带着张凡几人过来的那后半截郊区 则是横在张凡几人身前 张凡和安李坑枪三人互相对视一眼 到了这一步 他们此行的任务 已经算是完成了 张凡之所以带小胖过来 而让那个阴智男子死在那一空间里 是看到阴智男子身上背负了数条人命 是一个罪孽深重之人 私有余辜 而小胖虽然很横很是鲁莽 但并没有人命在身 并且从面向来看 还做过一些好事的 李更强起身之后 到了半截郊区跟前 一边打量着 一边点头赞道 队长 这次的事真是多亏您阻止多谋 要不然的话 肯定走不到这一步啊 这个是大家伙一起努力的结果 张凡回答了一句 而后把目光投向了女孩 该怎么出去 我告诉你们出去的办法 你们能 能找我一命吗 女孩的眼神里都是祈求 贺安知道 以张凡的性格不可能放过女孩 毕竟 这女孩对张凡早已动着杀心了 贺安拽拽张凡的衣袖 把张凡拽在一旁 在张凡耳边小声说 张先生 如果他没有人命在身 还是把他放了吧 张凡文言 眉头一跳 说出两个字来 原因 在和女孩交手的过程里 我发现女孩使用的功法 是混沌决 这种功法 为混沌宗所独有 想来不会外传 我觉得 这女孩应该是混沌宗的人 混沌宗想来神秘低调 也不参加世俗界的纷争 我在天宗待了二十年 不过才见过一次混沌宗的人 外界传言 混沌宗的实力仅次于天宗 可是 我从天宗的高层 偶尔聊起混沌宗的语言和表情来看 我感觉混沌宗的整体实力 应该不会次于天宗的 张凡出山这么久了 还是第一次听说 混沌宗这个宗门 同样令张凡没有想到的是 混沌宗的实力 居然也是这么强 她这个年龄 具有了这样的实力 应该是混沌宗重点培养对象 你也听到了 你两个人称呼她为小姐 那这个女孩就很有可能 是混沌宗里某一个大人物的后辈 咱们把她给弄死 大概率地 会招惹混沌宗的报复 我以后会进联合会 那还好 有联合会挡在我的前面 据我了解 联合会也不像外面传言那么简单 底蕴还是很深的 可是您孤身一人 我担心 她倒是并没有人命在身 我杀了她 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 可如果放了她 我这杀身之祸就可以免吗 娇须被我夺走 她为了活命还向我下跪 你觉得 这样的女人 会不向我报复吗 也是 不能保证她不会报复 不过 我觉得您如果肯饶她一命 事情总还有缓和的余地 可如果真的杀了 那可就一点缓和余地都没有了呀 我想想吧 咱们出去以后再说 好 贺安点头 这时候 李坑枪说道 队长 刚才我试了 凭我的实力 可以搬起一个郊区的后半截 咱们把整个弄出去 应该没什么问题 张凡点头 而后把目光投向女孩 眼神之内 寒芒闪烁 告诉我们出去的方式 我可以保证不让你魂飞魄散 其他的 我保证不了 你 这 为什么不能放我一马 放了你 死的人就是我 不会的 不会的 行了 别说没用的 想要转世投胎的机会就说 如果无所谓 那就算了 看到张凡这副坚定的模样 女孩无奈地咋吧咋吧嘴巴 满脸都是无奈 好 好 我说 我说 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紧紧地咬着后草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欢迎订阅